忍忍 那我們今天就分享一下我們忍者必須死喔 那最近基本上哲平一直在思考啦 就是目前來說今天是2月1號的時候 然後我們這邊的話呢 2月2號的話我們這邊的朱穴啦 他就是要..就是沒有加倍時間喔 那目前來說的話我們已經抽了之前的18次嘛 那其實他抽滿100次的話會送這個黃金魚啦 那黃金魚比較好的地方是因為他一開始就是四星的武器 那四星基本上就是我們的那個.. 能夠提升的最後一個階段這樣感覺喔 所以目前來說我的淋浴弓已經把他升到五星了 那目前來說的話我覺得有這個魚的話 我們應該都要來好好拿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抽完這個東西的話 基本上是有一大堆反手跟一些東西喔 那反手這些東西的話也是非常非常重要啦 因為像反手這些的話 基本上他可以提供你經驗值啊 或是提升那個就是技能的點數喔 那技能這邊的話升級之後的話 每一把武器都會有幾個階段啦 那如果有重複抽到同樣的武器的話那更好 那如果沒有的話基本上 你就是要用反手這些來讓他就是提升喔 那像我們淋浴弓這邊的話呢 基本上他會就是有那個.. 美牌的兵箭數量加1啊 還有武器技能傷害加8% 跟美牌兵箭數量加1 跟武器技能傷害加10%這樣 所以會慢慢的變多慢慢的變多喔 所以大家的話就可以依照自己比較常拿的一些武器 然後去升級一下他的這些技能效果 那在打BOSS方面的話應該就會比較輕鬆一點點喔 那今天的話因為其實哲兵這邊的話 鑰匙也是蠻多的啦 因為我們之前的話抽到那個 抽到我們就是那個掃 抽到我們珠缺就沒有再抽了嘛 那今天的話我們大概把那個補完吧 我這邊的話想說不然我們就來那個 把剩下的抽完好了 我們就抽一下那個 因為我們已經先抽18抽了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大概還要再抽個82抽吧 所以我們先抽個2抽 我們抽滿那個就是可以了 然後這邊換句子讓單抽好像比較容易出奇蹟啦 我們就...我也不知道欸 我們今天的話不然我們就快速一點點好了喔 我們就快速一點點 我們先抽個2抽 然後之後剩下我們全部都10連抽好不好 看一下到底10連抽的機率有沒有這麼低 我上次單抽中了兩隻SSR啦 那目前來說大家推薦的武器好像除了我們 就是那個珠缺以外還有我們的苦無喔 所以苦無的話也是很厲害的喔 好 這邊的話我們已經抽了20抽了 那就剩下這邊的話我們就抽來抽一個 那個80抽 抽8次 這邊不知道可不可以按欸 應該可以吧 來 好像可以喔 直接從這邊抽好了喔 來 我們第一個10連抽有沒有金色的 來了 沒有 紫色的而已 GG 這就沒有了好不好 我覺得我上次的運氣可能就用光了 反正如果有抽到我們的韓御弓 或是我們的珠穴啊 或是我們的苦無的話 那我們都還算是賺喔 那因為我很少在搞武器啦 所以多抽幾把武器出來也是比較好 但我們可以用這個武器來升星之類的喔 所以現在我覺得這款遊戲的話呢 東西都是可以慢慢抽跟慢慢磨的啦 其實這些武器的話 呦 這就是我們的苦無啦 但是我們要抽到SSR的才可以好不好 那個苦無好像還蠻不錯的 我今天苦無的招式好像就是一個震波吧 還會把周圍的那個就是我們那個 武器那些 那個傷害那些震掉這樣子喔 OK 我們這邊的話就慢慢抽 還剩下70抽 看一下哈 第20抽 有沒有金的 來了吧 金的 沒有欸 欸 有有有 轉進轉進 有一個有一個 這邊的話如果抽到珠穴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他提升 那如果抽到寒冰宮的話 那更好我們就往上提升 希望不要抽到 我比較沒有在用的 我現在是比較想要抽水鼠跟火鼠的武器啦 拜託 多一點多一點 珠穴來多一點喔 啊 是我們的天鷹雲霄啊 這個好像也還不錯 因為他是會製造那個護盾的 所以如果你要打一些無傷關塔的話 應該用那個還不錯喔 所以那個應該還是要留的喔 就是比如說算是我們那個 特殊的那種就是 特殊的武器系列吧 因為目前來說的話 哲平基本上都是在打Boss 打Boss的話基本上就是必須要一些 強力的武器這樣子喔 來來 沒關係沒關係 還有 一定還有的 金色的 欸 又轉金了 今天運氣好像還不錯喔 但是希望來一個珠穴或是那個 彈兵弓喔 拜託拜託了 不要再來笛子了好不好 笛子已經很多了 夠了夠了好不好 來 給我 提升一下我技能的東西 20抽 欸 好險好險 我看起來好像金色的 不要不要扇子喔 來 珠穴 拜託再來一把珠穴吧 增加一下他的能力 拜託你喔 要不然就是來一個弓 這什麼 哇 又是玄雷伊文治啊 其實我後來發現這款遊戲真的還蠻容易歪的欸 說真的 你看我們這邊抽起來的話 其實要中珠穴也是還蠻難的 之前那個18抽 真的不知道自己在怎麼抽的 你知道嗎 真的還蠻厲害的喔 好 這邊我們還有50抽喔 來來來來來 再來再來 繼續繼續好不好 趁勝追擊 今天金的那麼多 第30抽 好 這次就沒金了 這次是SR 哇 沒關係沒關係 因為 你多抽這些武器對不對 到時候的話我們都可以 就是再拿來把它升級一下 我們就是其他武器啦 所以多抽一些武器也還算是 可以的喔 那主要來說我們目標是拿旁邊的那個 金魚跟我們就是這個 就是高級大錘跟我們那個扳手 這兩個東西是比較重要的 因為他可以累積他的那個技能的那個點數啦 那個技能這些東西都真的很棒好不好 那目前來說還蠻多人會一直邀那個 邀旋長令給我的啦 我最近如果有時間的話 我會盡量就是去開直播跟大家一起打好不好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的 好 最後再來是我們第四 不知道第幾抽了 第60抽還是第70抽吧 欸 哇 又是R 又是SR 但感覺起來的話 我們上次其實18抽抽到2次SSR 真的是很猛耶 因為目前來說我們抽了 差不多30-40抽了 還沒有中到那個 第三把SSR 現在都還是那個 就是2把的SSR 而且都是 有一個不錯啦 一個是護盾的也還行 但是另外一個那個 雷旋的話呢 我就問好 因為我目前來說比較少在玩那個 雷角了喔 一開始是還蠻喜歡玩阿力的啦 但是後來好不好 為了玩0喔 直接把阿力都 放在一旁了 阿力直接變成我們那個 輔桌角色了喔 好 那最後的30抽啦 看一下這30抽能不能再出一隻出雀喔 這出雀的感覺好像也沒有做很好抽欸 哇 又沒了 欸 這遊戲說真的 也是不好抽欸 真的是不好抽 你看我這邊基本上快 就是我們要抽滿100抽 也是沒這麼簡單耶 但是有這個啦 SR的苦 其實我覺得如果大家還沒有SSR的東西 基本上SR的話也是可以來用一下 因為基本上其實 SR的話我們試的就是那個 武器的一些技能效果嘛對不對 那最主要還是你要去閃嘛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其實我覺得 武器啊 盡量就是有用SR SR就用SSR 但是沒有的話你也不用擔心 用SR基本上也是可以的 因為這款遊戲基本上就是一個靠隊友的遊戲啦 所以你只要有好幫手的話 你什麼都可以了 拜託再來一隻SSR好不好 不是SR啦 好 完了 欸 真的沒有了欸 哇 死定死定 死定死定 我們這邊今天抽了82抽 只有中到兩把SSR是嗎 我希望下一個可以海底撈一把那個珠雀出來好不好 他現在都還沒有給我那個欸 重複的那個SSR武器 那我要怎麼升他們技能啊 莫名其妙欸 真的是好麻煩囉 哇 來我們最後一抽囉 最後一抽了 來看一下啊 最後十抽 來金的吧 該來了吧 金的金的 沒有 尷尬一波 哈哈哈 所以我們這一次跟上次比的話 這次真的太衰了好不好 這一次的話就像82抽好不好 82抽然後抽了那個 抽了兩把 但也還好啊 因為那兩把也是我沒有的武器啦 所以也是可以慢慢練 但是都是我沒有很想要的一個屬性 對啊 如果他是抽到那個冰閃或什麼就算了 但是沒有好不好 尷尬 但是有板手啦 有板手就還行好不好 好 那我們剩下來就留到 之後的有什麼保底之後再抽吧 其實也還好啦 因為其實技能的話 大家會發現這款遊戲其實 你慢慢的搞 你也不需要一定要抽到同一把武器 因為你可以直接用我們剛剛抽到的那些板手 來提根他們的一些能力啦 所以就還不錯 因為其他遊戲的話 基本上很多都是你要 那必須要那個什麼 你就必須一定要抽到重複的 你才可以往上提升 但是我們基本上是可以用剛剛抽到的這個板手 來慢慢升級他的一些技能啦 所以就是慢慢玩就沒有什麼問題了 這樣子喔 你看有沒有這個大板手 有沒有抽到就很爽有沒有 直接升級成第二型了 所以就還行啦還行啦 大家也不用那麼緊張喔 就是慢慢的玩就可以了喔 因為目前來說我們這些就是 想要在前面幫大家打的這些人 我們不是必須要提升自己的能力嗎 所以那就是比較不一樣啦 所以大家真的是慢慢玩就可以喔 不用那麼緊張喔 那目前哲平的排位是在豪傑爾 今天來排一下 我們來打一場這個給大家看好了喔 今天其實我覺得這個還是要練 要早晨練一下 因為他的地圖那些還是要記一下啦 然後再來就是訓練你的反應神經之類的 然後你的招式配招那些也很重要 那像我們目前來說的話 我們是0嘛 我們盡量就是要用我們大招去打敵人啦 所以這邊我會盡量帶多一點 就是補能量的東西啦 然後就是盡量跑 然後拿多一點 然後最後就直接用大招直接 轟一波了 那說來前面的話能夠 就是能夠滑行就滑行啦 但是如果真的沒辦法滑行的話 還是盡量以保命為主喔 因為保命的話你才可以 可以對隊伍做一個比較大的幫助 那像澤民這邊會帶一個水系精通 跟大忍素瓶跟能量轉換 跟白寶瓶啦 都是來幫忙補一下我們的 然後再來補我們能量的 因為我們這個 0就是我們的核彈0啦 就是專門來當一個炸彈的 基本上我們是進去炸一波 然後就沒事幹那種感覺 所以我們盡量要讓我們的大招開啟啦 然後就是這樣子 因為我很常就是前面隊友死光光 然後我一個人最後一個扛三個 而且目前來說我在豪傑嘛 豪傑基本上其實 段位也不會說太高 所以應該還算是可以打的狀態喔 好 我們今天的話最後一場 我們就看一下能不能順利的 打出一些漂亮的成績給大家看 然後今天我們抽卡的成績 是真的還蠻爛的 這真的還蠻爛的 我不知道大家昨天看影片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就是 我昨天基本上每一部影片 好像都是還蠻衰的 不是關卡打不過就是抽的很爛 好像是這樣子對不對 不知道在幹什麼 忍者必須死 好像就沒有很爛 因為我昨天是在打那個就是 那個首領關卡嘛 就沒有什麼事情喔 不是不是不是 我昨天的影片是 對對我昨天的影片是介紹那個 200水珠珠啦 所以就沒有什麼事情 好 禁止 啊 完了 這場是禁止忍術啊 那死定啊 尷尬了 怎麼突然隨機到這個 那這個就 而且我們有朋友一台就 這根本就是我真的覺得 目前來說這款遊戲有一個那個 不好的地方 你知道嗎 很多人都是一進來就 就是不玩或是自殺 欸 到底在幹嘛 你也拚一下吧哥 要不然就是斷線還是怎樣之類的 我不知道 反正我很常遇到這種人 就可能你在打懸賞令啊 或什麼之類的 那他們就突然那個 不玩之類的 你這樣會造成那個 就是我們這些 在玩的人很大的負擔 你知道少一個人少很多喔 對啊 少一個人少很多欸 你是真的有這麼容易就死掉了嗎 應該沒有這可能吧 完蛋了完蛋了 而且這場沒幹嘛開大招 所以我覺得我沒有辦法 沒辦法扛啦 各位 扛不住啊 這場沒辦法開大招我扛不住啊各位 這沒辦法啦 我們先不買了 我們最後等 能量召喚也沒用啦 尷尬尷尬 只能靠武器一波了好不好 沒大招其實基本上大家應該都打得比較慢啦 那就是比我們那個 就是飛鏢的攻擊力的時候還要武器喔 完了我覺得這場應該是 差不多啦 沒辦法開大招啊 直接限制我好不好 這場直接輸掉 而且我們又少一個人 就更麻煩了 不然就是 我們要拼一個就是 他們待會他們會都死光光 那就好了 那我們就要拼我們的閃避 沒有到最後一刻不要放棄各位 好不好 沒有到最後一刻不要放棄 他們感覺有幾隻感覺待會就要死掉了好不好 賭他們會死 賭他們會被打死之類的 有 他們已經死一隻了有沒有看到 我們就慢慢來就好了好不好 你知道嗎 很多人到現在其實還是不會打一些Boss的好不好 但是我們平常都有在練Boss就還好 希望他們另外兩個也找機會趕快 趕快落馬一下 感覺我們應該快可以追上 我們只要另外一個這個疾風雲波啊 他只要也有一點點能力的話我們就有機會了 他突然說我們大招我們就沒辦法開了 那很可惜 我們大招被鎖 所以你會看到哲平在ban那個就是 他們對方道具的時候我都會ban那種 就是沒辦法說我們大招的 因為我們大招真的很重要啊 零的大招就是輸出的來源 我覺得我們隊友應該還算是蠻死的 完了完了會慢一點一點 你怎麼突然飛起來了 OMG 算了算了算了 賭他們會死吧 賭他們會死 賭他們會死 你只能這樣賭 賭起來賭起來 來來來 還沒到最後不要放棄啊 他這邊其實送了我們兩張卡片好不好 拿起來拿起來 搞不好是超猛的卡片 你盡心 跟我們的強力OK 不是啊 完了完了 我兩個隊友都掛了 我也掛了 哈哈哈 好啦算了 拜拜 這場的話基本上 偏難偏難喔 GG 我那邊也還沒有說很會閃啦 好不好 好沒關係沒關係 結果哇今天只有一場直接 掉星給大家看啊 沒關係 其實這基本上的話我會先努力先把那個美日解完啦 因為最近的話都還是在專心打那個懸賞令這樣子喔 好不好 那如果大家比較會跑我們競技場的東西的話也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你們都會用哪一些技能啊 或是用哪一些忍者來跑喔 那今天我們是抽了82抽的這個 武器 但是基本上中了兩把 一個是我們的蕭 一個是我們那個 雷伊文治喔 啊有一個寵物啊就是雷伊文治啊 那我們想要的那個兵弓跟珠雀都沒出現 所以代表這個珠雀還真的是 有點難抽好不好 那也沒有關係啦 就慢慢來啦 其實鑰匙這些的話 基本上每天只要有解一些任務的話 都還是會拿到一點點 那就慢慢的存慢慢的打 然後跟朋友一起來打一下我們這個懸賞令 拿到一些比較好的寶物的話 基本上也是可以把我們BOSS給他清掉的囉好不好 那我們繼續往這邊啦 覺得這邊今天抽的如何呢 都可以在前面留言告訴你們自己的一些想法囉 那我是下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